《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第N集說得對 我很小時候很喜歡看金融的小說 全世界華人十個有9.9個都會看金融的小說 我最喜歡看哪一部呢 《天龍百步》 因為那個喬峰很男人 尤其是梁家仁那一套打工夫 果然是紅拳派就是紅拳派 工夫是實雅最實恥的 即是不是怎樣用腳 不是怎樣起飛台 有些僑手 馬步走穩 但裏面原來有角色叫段正純 就花筆一點 我這個名字挺好聽 很久都沒有聽過這個名字 最近我看蘋果一部 因為以前有的朋友叫武大朗 看蘋果一部寫 最近就變成容樂期 你為甚麼有葉正純 差不多每個星期也有 正純正純名字 然後查回資料 原來這些人兄呢 都很帥氣 現在都都看到了 這塊是甚麼面具 這個就是V-10面具 V-10 是來自哪裏 其實是關於一套電影 就是當時你現在知道黑天羅那女主角 尼坦尼寶曼他做主角的一套戲 都是講述一個反建制的故事 反極權的故事 當中裏面有一個英雄叫V 叫V 這個社會都會覺得是一個相當極端的手段 因為你對付一個超級極權的政府 他一定要用相對的手段才能擴握得到 這個世界有何極權的政府 要你們帶V-10 即是模仿V-10來對付 其實他電影裡有一幕是這樣的 為何V-10會有一個面具 就是因為他本身帶著V-10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也曾鼓勵民眾 其實他一人之力 就是沒有辦法去推翻一個極權的政府 極權政府的擁有份 其實是來自一些不敢反抗的人民 他們受欺壓 受壓迫 但就因為一些恐懼 恐懼一個極權的政府 而不斷助長一個極權政府 他就有一個這樣的行動 就是到最後就派了很多的V-10面具 就有一番宣言 就去鼓勵一些民眾 去一起反抗這個極權政府 因為一個V其實是不足以 即是他可以破壞一些政府的結構 或者去殺害一些獨裁者 但是其實靠一個人之力是沒有辦法 可以有一個推翻極權政府的能量 他就鼓勵了很多人 即是他戴一個這樣的V-10面具 就是有一個象徵意義 有一個象徵力量在裡面 那些人戴了面具之後 其實每一個人都變成V的時候 其實他最後一幕的場面 就是所有人 依照V的指示 就在11月5日的時候 就去國會大樓 就看國會大樓被V炸眼了 這一幕其實也是一個名場面 所以當時這個V上面 也是一些無政府主義者 或者一些反極權的 或者追求民主主義的朋友 都是非常推崇 追求民主的朋友推崇 剛剛你有說到 有些人因為被極權政府壓迫 就不敢反抗 我們看到香港有些追求民主的政黨 例如民建聯 即民主建港的聯盟 還有一個非常之厲害的 綠色衣服的民主黨 兩個都說自己追求民主 他們走的路線 有一次不是那麼 怎樣說要炸國會對大樓 即是不要說 譬如說這些暴力 是比較 猶順一點 就是要妥協路線 他們好像不太喜歡你們 其實他們又算不算一些 就是爭取民主的人 還是他們是一些不敢反抗的人 即是在你們的生活中 其實你問我個人意見 我就會覺得 追求民主有很多種方法 譬如說民建聯 我不說 其實我自己本身都覺得 你聽其言觀其行 既然你是建制派 或者你有很多政府上的施政 是出了很多問題 但是你也是保駕護航的時候 就變成你所謂的民主 其實只不過是 中共眼中的代用品 噢 中共眼中的代用品 沒錯 其實大家這些事不用說 這些 稍為對政黨政治有少許常識 或者對香港的政治生態有少許常識的話 都會知道民建聯 會是甚麼政黨 代言人會不會比較抬高他們的位置 在香港是真的 其實在香港 政黨來說 他們變成一個外圍的衛星組織 其實他們都是根據中央的指示做事 第二件事就是民主黨 民主黨政改一役 不需要多談 簡單來說就是 政改的方案 將功能組別千秋萬世 很簡單一件事就是 功能組別逢親 跟民生有利的一些政策 都是會否決的 你在分組點票裏面 都會見到大比數是 功能組別的議員 就會投反對票 變成第一件事就是 你要功能組別 他自己投在原定地算 他要自殺 即是我要提出一個議案 就是取消功能組別的一個議案 你認為一些由公司或者團體 去選出來的一些議員 他會不會因為這樣 而去投一個贊成票 就是我自殺了 即是我要將這個 所謂在別人眼中的一個 商界裁罰的代議事 而取消去 即是在一個很明顯 在一個官商勾結結結構的社會裏面 是沒有可能的 但民主黨提出的所謂的改良方案 正正是實踐了這件事 他就幫香港的民主政制 倒退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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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因為在這些行為裏面 在我心目中 民主黨不是一個追求民主的政黨 即民建聯 民主黨在你們心目中 都不是追求民主的政黨 那你們要反擊權政府之前 有沒有一些需要 即是去 譬如攻擊這些政黨 反擊 沒有人攻擊 令到他們不會阻止 或者是你們爭取民主的障礙 是否需要去反擊這些政黨 即是讓別人認清政黨真面目 其實應該這樣說 其實我個人的看法就是 反極權是不能夠靠政黨 政黨是一個代議事的制度 他一定要靠一個很健全的議會制度 公平的議會制度 他才可以有他發揮的作用 代議事那件事就是 你第一件事一定是一個很健全的民主制度 譬如說 所有議員都是由一個一人一票的方式選出來 我們的特首或者一些領導人 或者國家元首 都是需要一人一票 由你自己去選出來 你的代議事才能夠發揮代表性的作用 但問題就是在香港的制度來說 其實是扭曲了 而現在在一個功能組別 一個分組點票的制度之下 其實代議事功能是一點一滴被剝奪的 你見到很多情況就是 無論假設人民力量的黃毓民大舊 社民連的長毛 他們這些所謂其次鮮明的反對派 就算他們對一些議案是怎樣 大力抨擊也好 到最後是改變不了事實 這是我的看法 所以如果你要去真正追求民主 我不會否定政黨的存在 但我覺得一定要靠人民自己本身 起身去反抗 但這些政黨也吸納了不少的人去支持 是 會否反而成為了你的障礙 其實不會有障礙 不會有障礙 因為你要看整個文官的戰局 我形容為一個戰局 其實是全面戰爭 即是無論在政黨的議會裏面 或者靠個人魅力去組織人群 上來的一些政黨也好 或者是你本身是街頭的戰士 例如說很多 譬如說 常常會聽到的 譬如蔡元川關注組 80號反特權青年 或者其他新青年的組織等等 這些在無政黨背景的組織 其實大家都是一種力量 在我心目中最好就是 無論左右都要團結 只要目標一致 當然 在我心目中 民建聯和民主黨是不在此限 即有些人 我聽到 即有些人希望 譬如你80號青年 甚至90號 可以團結在一起 甚至有人認為 你們已經組黨 但剛才你說到政黨 去幫助爭取民主 沒有什麼效 那你們 即聽到一些人說 不如你去組黨 即撞大你的聲勢和力量 因為可能香港市民 對政團就不太關心 可能政黨聽到 可能吸民意 你們會不會有這樣的考慮 即組成一個政黨 因為政黨你會面臨一個困局 第一件事 就是你先面對資金問題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你有沒有什麼號召能力 第三就是 你會不會有 即 你入到議會的時候 假設你真的 譬如區選 或者超級區議員 甚至是你參選立法會的時候 假設真的被你選到 有沒有助改變這個議會 改變現有的制度 第一件事 就算我假設全部都是直選議員 都是反民主派 或者我會稱為民主陣營 我就不用反民主派 我是民主陣營的一些議員 只要分組點票 即是分組點票這件事 繼續存在 你最多只能夠 只能夠抓三筆 或者 即是在 可以讓別人在電視裏 看到政府的醜態 但對於一個改變制度的能力 最多都是輔助作用 最關鍵的都是靠人民自己本身 覺醒 但怎樣可以令人民 覺醒 香港就比較一個 四大產業 控制的城市 即地產金融 物流 韓運和旅遊業 就佔了GDP三成七成 香港人就很喜歡賺錢 因為你看香港人 小至一些教書對線老師 高至一些CEO 高層 你只賺那份量都不夠 一定要靠炒股炒樓 才可以將自己的資產增值 永遠追不上經濟和物價 這樣才可以令香港 這間金融對城市 國際的大都市 繼續去 這個名字 繼續滾傳下去 令香港人很拜金 他主義很現實 甚麼都公利化 在這麽公利化的社會之下 你怎樣令到人去覺醒 第一件事 其實 一條鎖匙敲不響 有時我覺得 激發人民內心的覺醒 是有賴政府的幫忙 你見到政府最近很多的措施 或者一些政策 其實他都是在幫手 去煮滾這個社會的民憤 例如呢 例如說 我形容 23條去馬蚁本家式 因為很簡單一件事就是 2003年七一大遊行 50萬人上街去反對這個23條 是很鮮明的 這個意向很鮮明的 人對23條的恐懼 其實香港人就算再保守都好 都會知道 你看到很多中國大陸的狀況 例如說趙連海 劉曉波 甚至最近大家討論得很熱烈的艾美美 你會見到其實自由對於香港人來說 其實是 民主你問他 他可能覺得未必那麼重要 但自由其實在每個人的內心裏面 都是在追求的 當然如果你是一個 在自由慢慢縮炸社會的既得利益者 你可能不會這樣想 但相對於每一個民眾來說 其實每一個人都是很渴望自由 但23條現在都不少人說 當年如果不是沙士 如果不是經濟那麼差 即是金融風暴 以及科技網 和爆破 都不會有50萬 最多人都是10萬 因為23條上街的人 其實是 未必是大多數 當年0371上街的人 是很多的訴求 即是23條其實未必是香港人那麼反對 所以現在有些人像范太那樣 開始出來試水溫 23條應該在下屆政府 是有迫切性的 以及應該要立法 甚至有些人早前 即幾個月前的言論都說 在曾蔭權餘客一年 這年多 即是當時 都會為23條立法鋪路 但以你的觀察 其實23條是否香港人那麼害怕 第一 其實害怕的23條來說 如你所說 就不是真的佔了那麼大的比率 但是如果你是這人害怕 其實是害怕香港大陸化 就算中國的經濟多麼強盛 其實你看到它裏面的人民的自由空間 是真的接近沒有 只要你有甚麼事起上來 譬如說政府要收地蓋什麼 蓋高鐵 然後其實它可以隨意拆你 所有的國家 即是所有的土地都是屬於國家 它要拆你賠償方面 假設政府真的賠償給你 但是貪污 其他各樣東西 就會令到有很多不公平的情況出現 而你是投資網門 甚至如果你是上訪的時候 你聽到很多譬如女的上訪者 會被強姦男的 會被人打到殘廢 即是你會發現 若果23條真的在香港立法 這些情況是有機會會出現 不過當然有些觀點我也是會認同 就是其實香港如果真的立了23條的話 其實真的不會變成大陸 但是問題就是香港立了23條 是為了防止些甚麼呢 我覺得那個觀點是相當有趣 可以參考一下 就是防止香港說獨立運動 即是港獨 因為港獨會帶來一個甚麼問題 就是會令到 你看到很多譬如今次內蒙古 或之前的新疆暴亂 都是因為其實他們都是一個 本身有自己獨特文化的一個族群 變成就是說 一些由譬如北京的人 或是漢人所謂去管治他們的話 對不起 去管治他們的時候 就可能會在文化上 甚至是一些 最根本的民生衝突 例如內蒙古為甚麼會激發 就是因為人家放開木 你就駕駛車進去開煤礦 弄髒了些地方 然後甚至撞死了人 然後就出現賴皮 出現侮辱這樣 然後就是這些 雖然大家都是中華民族 但是那個文化的不同 其實是有衝突在裡面 如果香港通過了23條 其實有一條是一個 就是防止分裂國土的一個罪名 就是為了防止別人去宣佈香港獨立 或者香港的獨立運動 是防止這件事 我覺得是這樣 香港其實有沒有人搞港獨 即是說 新疆維吾爾族 是特決的支派來的 即是像是土耳其 甚至是吉爾吉斯 即是那類 有些分離主義 即是有些東特決主義運動 你說蒙古族其實 又不是我們漢人 有漢族 雖然被漢人同化了 但蒙古始終都沒有 西藏和 像是尼泊爾 像不單都不像我們漢人 但香港人 始終都是漢人 香港人其實 無論搞港獨 即是現在有一個政協 就是劉孟雄 即是相當陶傑 常常稱他 即是趙元海 即是說他 即是說他 但之前我 見真城市論壇 我都很討厭他的樣子 他每次都誤人說 搞港獨 即是反對 你們民主派 要搞這些 爭取民主 廢瑞 軍民組別 就是搞港獨 即是用得這個字眼最多 在傳媒的見譜率 就是劉孟雄 那你認為劉孟雄說得對嗎 其實香港是否真的有些人 全心全意搞港獨 其實我覺得 即是所謂港獨 始終香港的身份真是很特殊 你知道 譬如說那時候 港英時代 有一個很獨立的歷史 甚至在國際裏面 因為這個歷史 而有一個很獨立的地位 地圖這麼大 只有一點 芝麻都要刻意抖一點下去 接著還要寫香港 即是你會變成說 香港其實 有時候我都會很認同陳惠的觀點 就是其實他可以做成一個成幫 就是一個 譬如說 和中國 本身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制度 他自自獨立 自己管自己人 有自己的一個獨立的司法制度 有一個比較自由的風氣 可以成為一個中國的門戶 即是一個成幫 總之一個成幫 我會覺得這一種 其實 如果你說港獨 的獨自 即是獨立這件事 其實真的有一點負面 但我會覺得 這種自治的態度 才是符合一國兩制的理想 因為你看到很簡單 之前說 簽中英聯合聲明 一國兩制 然後五十年不變 但很明顯就是說 去口講 就是五十年不變 但實際上是用很多手段去干預 香港的政治 和民生 很多很多事情可以看到 例如當年 《中英聯合聲明》 有七條條約寫明 譬如我們說 香港人 在2007年之後 想有雙普選 中央是不會介入 因為屬於香港內政 現在事實是怎樣 他沒有反口 甚至利用准准 人打釋法 一再拖延 甚至功能組別 取不取消 一對疑問 搞民主派又要再組 甚至因為怎樣組的方法 出現了分裂 實在香港 我看到民族性方面 香港有很多潮州人 就是廣東人 百多萬 有七十萬就是福建人 現代有幾百萬 即幾十萬有些客家人 有一群真是在香港土生土長 而特別些 即是有犯英抗暴 就是他原居民 這群人 即是搞港獨 以民族性來說 他們有機會搞 再加上一些想 香港是自治的 可能有 例如比較 那些人經常說 大臣黨 即是那群藍血人經常搞港獨 就怕香港如果那些人去爭取自治 在一國兩制之下 因為一國兩制最主要目的是 是給台灣做一個示範 對 示範單位 就怕到台灣人有樣學樣 就刺激到對民進黨 甚至國民黨一些比較 淺藍那一批去搞台獨 於是就很怕香港有港獨的出現 這是我自己個人的理解 剛好你又說了 就是希望香港就自治 是吧 其實你又覺得我們香港是一國兩制 你沒有對於一國兩制 你信心大不大 即是看到 譬如說50年的不變 你覺得50年之後 會不會 即是 不用50年 不用50年 其實你現在看到回歸以來 即是十幾年 即是香港的變化就是 很簡單的一件事 就是越來越差 越來越多人 有時會在言談之間 會懷冕港英時代的趨策 港英時代也是沒有民主 即是你見到那些建制派的人 都經常都說 為何港英時代沒有民主 為何你又會 即是會不追求民主 其實追求民主的人一定有 但問題是當年 即是港英時代的時候 大家都有飯吃 大家賺到錢 經濟又起飛 大家都好像安居樂業 沒有甚麼事 其實回到後 好像陸頂記一樣 你為何反清復明 有個皇帝做得很好 你為何反他 不要管誰做皇帝 做得好 大家有飯吃便可以 被你反了便怎樣 即是可能都會變回 好像明目清初那時候 即不是那麼好景 但是民主這件事 其實是一個世界大條流 簡單來說 因為它有很多時候 是會靠一個 即是比較穩定 而且安全的制度 去 這件事是防 即譬如說 兩黨債政黨輪替 或者民主選舉 它是會減少很多社會動蕩 其實 某程度上 他們的人會經常說 你看台灣有民主 台灣都經常這麼亂 這麼多分野 即是貪污 沒錯 但問題是 其實台灣的民主 是慢慢成熟 慢慢成熟 即是如果再經歷多次 兩黨輪替 其實民主的選舉 即是民主的制度 已經開始成熟 變成了 其實反而台灣 是一個香港的示範單位 我會覺得 第二件事 就是講回23條 即是說 即使它通過之後 你是過不了香港司法的關 即是到時 你看回 如果23條通過了 我去在網上說一些 即是 好像現在我一直在網上 在Facebook說一些 即是所謂顛覆國家的言論 或是反共的言論 就算真的抓了我 你上到法庭 如果司法是獨立的話 其實你會出來的結果 真的會很醜 但當年23條 即恐怖之處 就是一條 就說 可以好像上面的勞改法 我拘捕你 我有證據 即我不用審 即是可以避過法庭 即上面可以最多判人四年去勞改 就是不需要法庭審 譬如我見到你 上面去叫街 我捉你坐15天 嚴重些 你發 有些言論 好像現在有人反對 薄喜來 即不是反對 作了首歌去諷刺 就被人抓了一年的勞改 香港23條 即當年就說 好像美國一樣 秘密審訊 不用去法庭 即這樣就 對程仁 繞過司法 他這條路 所以令到人 很擔心 23條立法 幸好當年就有一些 大狀出來 去解釋 即45條 對關注組 那你 自己個人 即說回你個人一點點 你是何時才開始 帶這個面具出來 那麼關心這個社會 三月四日運 其實真正開始留意政治 就是因為 抑敏那個抑敏踩場 即是 聽開網 朋友介紹 聽網台 即當時也覺得社會 是有些不對勁 即我經常都覺得 人是需要經過啟蒙才可以 即突然間有一下 靈光一閃 他才可以說 真真正的 開始了解一件事 才覺醒 那一刻 我聽了抑敏的一些 論證 其實我覺得 真的挺激動人心 後來我就開始慢慢聽 當時當初社民連 草創初期 那我就經常會留意 抑敏的一些動向 甚至有想過 是加入社民連 當然後來 因為很多事情 沒有加入到 但是到最後 是何時開始 戴這個面具 就是我一定很記得 醒來的那一天 就是5月4日 就是一個第一次 五區公投 做了特曼會 就是在尖沙咀 尖沙咀 那個鬥秀場 我氣氛很激動 很刺激 令到我覺得 其實是香港人還有希望 香港人還有希望 後來第二次 514 第一次戴面具是何時呢 那是一個 516公投的前夕 就開始戴這個面具出來 接觸這個面具 就是因為是 反高鐵的時候 反高鐵我就未參加 反高鐵甚至 我知道這件事 但我都未很意識到 到底反高鐵是甚麼事 甚至 短短一年時間 但當時就有一批人 在高鐵那裏 講這個面具的事 一些相片 為甚麼會有這個面具 我當時也很好奇 直至後來 真正有機會接觸到這個面具 甚至在一些文章上 看到關於一部電影 甚至後來才去看這部電影 才發現原來象徵意義的重要性 就開始自己去戴這個面具 即是高鐵討論區 算不算是一部催化 香港社運 年輕化和鼓動到人 去參與社運 一部對他來道理 即是高鐵有甚麼象徵 高鐵的象徵是厲害的 高鐵的象徵是自由 兩個字 你說甚麼都可以 所以就是 為甚麼 你上到高鐵的時候 你會見到 真是百花齊放 很多的人 有很多創意的 一些言論文章圖像 就是因為它是一個很自由的風氣 其實你問我來說 我覺得高鐵是一個很好的 一個微型的示範 它便可以告訴你 其實自由是甚麼好處 第一件事就是 你先說甚麼都可以 當然你不涉及犯罪 真真正正正 好像你要在網上做些犯罪 當然會有其他的機構 會贈到你來警署 即警隊方面 但是高鐵自由這件事 是真真正正激發了 年輕人去參與社運 是一個橋樑 是有它的作用 因為大家會經過討論 很多事其實你靠討論 談到一個真真正正的真理出來 即高鐵是否特別自由 是令到他 譬如香港討論區 譬如Yuang 即其他討論區 贏幾疲的原因 可以 我答案是肯定的 現在政府就說 因為版權 要尊重它的版權 尊重創作它的自由 在網上 如果你改別人的歌詞 或者抄襲別人 即類似抄襲 改退一點點東西 就可以告你 即是你侵犯版權 即是外國這些人不會 即是外國這些人不會 即是外國甚至 例如高登 YouTube 很肯定 很肯定 第一 一定是針對一些 比較出名的網絡平台 例如高登 肯定首當其衝 例如一些很出名的網台 不說名字 你問我 我覺得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因為我經常都說 你要激發人的反抗 就是靠一些壓迫 你迫過來 人就會拿起武器去反抗 尤其是言論自由的東西 其實對於新世代網絡的時代來說 是等於空氣一樣 你好像大陸那樣 你玩內聯網也好 其實你就算怎樣禁都禁不住 消息一樣是會游走的 你怎樣禁都禁不住 那變成就是說 即是你來的時候 我會覺得人是真的會開始反抗 就算你23條立法也好 我都覺得你盡快立越好 你越快立 大家的反抗性就會出來 即是政府是農巧反折 沒錯 如果想多人反抗 下一屆找范太太做特首 當然不是 最好是唐英年 我是首推唐英年做特首 我在這裡說明 即是唐英年 我非常支持唐英年 沒錯 我非常支持唐英年 反而不是梁振英 但梁振英也是很跟貼中央的路線 梁振英因為他有一點反叛 其實有些事情你會見到就是 他不能夠很刺激到年輕人的憤怒 但唐英年的言論 多次都是喝大了 拍藥 說這些話出來 都是很能夠刺激社會的氣氛 所以唐英年做特首 我覺得對於社會的改革來說 是非常有顯著的功效 其實我個人也很希望唐英年做特首 剛才說完特首候選人 剛才你說到抑民 抑民好像你啟蒙姐姐 你又怎樣看現在的人民力量和現在的社民力 我會覺得其實 撇除在一些私院上 我經常都覺得是會有合作空間 當然我不是當事人 甚至我不是政黨本身 我是不知道到底有些什麼千絲萬類的關係 我覺得其實如果是無論人民力量也好 或者社會民力也好 如果兩個政黨是可以暫時放下一些事 不要大家攻擊大家 其實是一個很龐大的力量 當然是沒有可能的 因為第一件事就是他們先分家 如果真的可以談一談 就是當初不用分家 變成是我對政黨政治 沒有信心的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一定會分裂 就算你問我 我也覺得人民力量是有少許暗勇 暗勇是甚麼意思 暗勇就是因為始終是一個聯盟組織 四個組織聯盟在一起 例如保羅自治學院 泛南 前線 然後選民力量本身 其實都是四個所謂的陣線是一樣 都是為了追擊民主黨 票債票償 但問題是背後大家的理念是否真的完全一樣 有沒有一個共識呢 能否談到出來呢 現在就是會不會成為一個社民連 即是往事社民連的翻版呢 其實我覺得就是以抑文的性格來說 是比較危險的 即以抑文的性格比較危險 是比較危險 因為抑文的性格很鮮明 抑文屬於泛南那邊 即是國民黨那邊 沒錯 即是現在的社民連 你又怎樣看 現在的社民連和當初的社民連 有沒有分別呢 現在的社民連好像走的路線 街頭的鬥爭路線比較多了 你覺得他們甚至你來遊行 去示威 去完六四、去完七一 都有遊行去到中聯辦 你覺得這些留守 政府總補甚至有人說 你忠足買路 你覺得是有沒有效的 你問我呢 如果和平散去 即是在街頭的抗爭來說 就沒有甚麼作用 那怎樣可以做到有作用呢 就是首先你要知道 對方的弱點在哪裏 即所謂這個官商勾結的政府 即是官商一體的一個社會來說 地產霸權的制度來說 一定是那個社會的運作 經濟或者開市收市 或者最簡單來說就是中環 其實你如果能夠癱瘓到這個社會運作 你先有那個癱瘓的條件 跟別人談社會改革 否則你每次遊行轉 我當你五十萬一百萬都好 沒有用 最終都是大家回家睡覺 然後第二天早上 記得早點上班 即是變成無補於事 但你見到譬如說 今時的社民連 譬如搶麥 或者憤怒鬼 或者反對港鐵加價 很多一些 即是在保守社會眼中激進的一些行為 我覺得是有一個先導作用 它會帶起一些外圍的人去參與一個街頭抗爭 因為我平白無事 我在家裡 我不會突然間無端走出來 除非你拆我的家 但如果我見到社民連這樣做 在一些人眼中覺得嫁壞小孩 但在我們眼中 其實我覺得是一件好事 你學會反抗 那怎樣反抗才有用呢 就是你一定要 可以破壞到它的利益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說 他們做了一些事情 其他一些譬如不是政黨的獨立組織 譬如我剛才所說的 譬如大包圍的一堆人 甚至是之前的113 即是在得庫道中被捕那113人 自6月4日的行動 其實都是慢慢將抗爭的程度 推前了大步 因為你永遠譬如說 好像以前民主黨 遊街睡街 然後被人抬走 其實到你的時間不斷去演前的時候 這種抗爭模式不再進化下去 就相對來說是退步了 因為民眾已經看慣了 沒有新鮮感 即是香港人 即是六四晚會 沒錯 即是六四有去自己的意義 因為六四本身都激發了很多人 我去到六四我也會覺得很激動 甚至我會在六四晚會 再去了解六四的一些歷史 你看到那些是 即是每一件事都有血 有肉在裏面 他會激動到我一些事情 就是當在天安門上的學生 連坦克車都不怕的時候 我被捕 其實不算捕是什麽 即是有人對你睡馬路 和留守政府 有兩種比較負面的大法 第一是你們睡馬路 阻止到別人的交通 在車上的乘客和司機 你對大陸 都未必了解你的議題 或未必深入去看你發生甚麼議題 即香港人都不理 即是事不關己 關心程度不大 就是覺得你阻礙他 覺得你們的架架陣有負面 態度有第二 你每次留守政府準備 都是假期來的 例如七日有假期 即五日有些全部假期 為何不是一些 例如上班的日子 先去堵塞政府準備出便 或者阻礙人去開示 第一件事 其實社會那個 即是學你之前 或者保守社會 或者經濟主導的社會 大家都是很忙於工作 甚至是我可以肯定告訴你 是被工作麻痺了心智 甚至有些人可能有家室 有家庭 或者現在很多人都會說 大家還有蛋飯吃 未到餓死的時候 是不會反抗 香港是一個這樣的社會 但是 在每一次的遊行示威 你每向推前一大步的時候 其實你會發現社會是慢慢轉變 當初由長毛 即是我認知來說 長毛一個人托派去示威的時候 他會抬著棺材 直至今日 那麼多人去示威 甚至113的時候 有些人會說 甚至有一半比率的人都會在稱讚 這些抗爭行為是推前一大步 我都聽到這些聲音 直至今時今日開始 你去看到六四那晚 有些人見到警察那麼多人圍著你 在車上的人都會對示威者歡呼拍手 社會是慢慢改變的 因為就算開車那個不明白 你們在做甚麼都好 他都會因為這件事而注意到 到底這個社會發生了甚麼事 為何會這麼亂 然後他就會審視自己 為何我好像會不斷努力 但開始生活會越來越艱難 一個社會不應該這樣 是不健康的 另外 有些人建議你 建議上班日子才好流手和衝擊 你又怎樣看 首先第一件事大家都要先覺醒 就像我剛才這樣說 其實透過每一次的抗爭行為 或者示威活動 人數會越來越多 甚至會那個程度會越來越加劇 因為警方都會開始打壓你 甚至是大家 譬如90號那些開始大的時候 和聯合80號那些一齊 人數開始多 可以出的牌就會更加多 但第一件事就是 首先要走出來 先做自己的一步 每個人走前一步 我一位朋友楊康所說 每個人多走一步 甚至在茶餘飯後 說政府政治一些不好的地方 你說大聲一點 吸引到別人的注意 都可能會引起別人反思 現在網絡這麼發達 在網上寫的文章言論 就算再簡單也好 都可以鼓動到一個風潮 成為這個風潮的一部分 所以每個人做的事其實都有 很簡單說 現在的累積力量還不夠大 在平日做 沒錯 還不夠大 還有需要醞釀 其實七一是一個好機會 希望今年七一可以醞釀 一定可以 一定可以 有信心可以 我聽到李世雄和威文都說 今年七一有夜看 所以希望今年七一 大家都上街 還有事後大家想想 有甚麼方法可以搞大些 令更多人關注 累積力量又大些 這集就好多謝葉正淳 下一集再見 再見 我會看到電子書內容 這就是I Read